嗯哼 都靜爐的 除了皮褲之外 我還看到一些西裝外套 其實它所有西裝外套 已經做了接袖本 當然裡面的布 也有些圖案在 And Chris 看看 我喜歡這件格仔 這個好像比較突出 是不是 我就會喜歡黑白灰 都是男生的必備 黑白灰 但你不會覺得西裝外套 都是簡單的 如果有這個小小的細節 你已經可以省了一些時間去配衣服 是 會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一些 classic 可能是沒有那麼多花的 如果你有這個邊 我會自己喜歡白色多一點 嗯 就是因為平淡一點 試一下 我今天也穿了西裝外套 其實如果給我 這些西裝外套款 就是我那天 就是Anne手上這件 紅色的一條邊 是一個highlight 如果我那天想高調一點 我會選Anne這一件 如果我那天就想 低調一點 想簡單一點 我反而會選 Chris上面那件 就沒有一個highlight 在那裏 好 好 沒錯 其實穿了這件衣服 其實看一看 已經很fit 因為其實可能這件西裝外套 小孩子拿了家人大人的衣服 對 這個也是有個袖 是格子 這個感覺就沒有那麼多 detail 可能手腕都可以 還有如果這件是短袖 就是摺了上來 其實會比較fashion 因為好像一般來說 人家穿西裝外套 就是很formal的 如果你有摺袖 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整件事就是 你走出街 普通出街已經很casual 非常好 我都很喜歡男生穿 有袖的衣服 粗袖 是smart一點的 我們聊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和Ringo 這間店的負責人 聊聊聊 Hello Rin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ngo 其實Ringo 這間店開了多久 其實因為你的品牌 你品牌開了多久 有多少間店 我們都十年了 十年 對 十年 其實最初的時候 這間店是主打賣什麼衣服 我們最早的時候 是Vintage 多一點 Vintage 慢慢慢慢改變 改變到現在開了 我們自己做的衣服 設定了所有東西 客人需要什麼 我們都可以幫他們設定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開頭就是Vintage 不會那個trend 其實都一直流行Vintage 是會流行 但是生意角度 哪一樣適合現在的Fashion 我們都會去做現在的Fashion 需要的東西 那會不會就是說 其實十年前 那些人沒有那麼喜歡 那些獨一無二的東西 那你說現在很多是 可能給個別的客人 會不會現在的客人 其實很喜歡選擇一些 別人沒得自己有的東西 所以就找你們設定 其實現在的客人要求還要高 他會有些細節位 加一些特別的產品下去 我們要盡量幫他協調 Vintage 未必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因為近這幾年 很多人都會喜歡自己的DIY 所以可能設定的概念 都會要求多了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你會更加會轉變多一點 那有沒有特別哪個衣服 是你們加工過的呢 加工過的 可能你的衣服原本是一個很簡單的衣服 你自己DIY加了一些衣服 這件衣服算不算 正說你們在看那些皮褲 全部都是一些舊的皮褲 去拆開 再做現在的Fashion 的Biker款 適合現在這麼窄的款式 可能一件皮褲 是三四件不同的皮褲的質感 加起來做的 沒錯沒錯 挺特別的 如果這些呢 我看到很多牌仔在這裏 那這些是不是原本也是在這裏呢 本身就是說我們要找一些特別的細節 去配搭給那些客人 就是所以說 有些客人要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要特意去找一些特別的東西給他們看 我看到這些都是應該 真的可以很特別的配搭 譬如你有一些衣服呢 譬如我這種西裝呢 那好像黑色的唇彩 其實 加一兩個 加一兩個 一些襟章 其實已經突出了自己的過程 在裏面 其實永遠都是穿衣服 都要講到自己的創作 嗯 你有什麼brand 是你要高級推薦的呢 就是主打 最厲害的呢 就是我們代理了日版的Ringstone 從2006年開始我們已經代理了這條線 是 全部會比較特別一點的呢 最特別是2007年 它超過了Mastermind 大家都認得這個設計 是Mastermind的 我都很喜歡這個T-shirt 所以那期呢 是特別厲害的 我們是 但這些有沒有分男裝女裝的呢 2008年後開始有女裝 那你現在手上這件會不會是男裝 男裝 沒錯 但其實我都很喜歡這個圖案 雖然大家知道我不是認人 但我看到也覺得很漂亮 咦 我可以買 因為我是喜歡這些男裝的brand 即是覺得T-shirt 裡面可能外面加一件皮褲 裡面加一件T-shirt 已經是有型的 待會可以看一下 那全部主打都是 Focus是T-shirt 是嗎 沒錯 這條Line全部都是以Wallinstone行的 那這件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款式呢 是呀 今季 就像現在這一件一樣 是 今年最好的效果 這件很漂亮 還有 哎 男生很喜歡選T-shirt給男生 一定要挺身 厚身的 不喜歡薄衣衣 就像師傅 還有這個黑色是必備主打的 還有這個Print是很容易的 那個公仔很漂亮 是呀 嗯 這個是今季主打的 是呀 還有哪些是女生的 女生 女裝款有這兩個款 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 Crystal 麻煩一點 好 給她們兩個看看 先搭這兩個女裝款 哎呀我喜歡這個啊 Ki說 喂兔年了 買一件 哎呀我喜歡兔仔 不過兔仔不旺旺的 但反而我就喜歡這個 因為我喜歡那些Print 就是那些圖案 是好像不太清楚的 感覺會好一點 這個圖案都很特別 好像真的畫上去的效果 對呀 你以為我也是喜歡這件多一點 對呀 因為我喜歡 型一點 還有那個Vintage感強一點 對呀 還有今年可能到夏天呢 其實女生可以買一些Oversize的T-shirt 那你裡面呢 可能穿白色這樣 即刻意有一個對比 對呀 而且穿Liggins是穿波鞋 或者很簡單 應該很有型 哦 即是說 兩層的一個層次感的T-shirt 再加上長袖衣 即是Liggins 再加上你現在 可能Liggins 或者牛仔褲 再加上Converse 已經是一個很型格的打環 是啊 我的選擇就是這樣 如果給你 我想這個搭你的天 兔仔啊 對呀 Ringo 除了這些 我都看到有多些 是牛仔的襯衣 這個也是你自己設計的 沒錯 全部都是中袖款 這些 嗯 你們剛才介紹過的 那些 型男穿的那些款式 Cris 合不合你呀 這好像扮演蝦一樣 對呀 我會喜歡這些襯衣 即是這些呢 有時會是特別 可能拍拖 有些特別的日子 約會 約會 這些特別是花款 那我自己就覺得 還有花款可以不浮誇 我怕男生穿衣服 都很浮誇 不要千萬不能 還有有時候 要穿襯衣 其實都要注意 就是不要穿到自己很 很荒蕪 都是這句 因為一定要casual 所以我覺得 又是一些摺袖 短袖 然後有一點花 其實都很舒服 還有要記住 穿襯衣 男生裡面 一定要穿件底衣 很怕 不要露點 不要露點 而且翼翼很濕 夏天你不要肉酸的 嗯 這個是唯衣 唯衣一定是男生 是冬天必備的主打 是不是 都會 因為 我覺得是簡單多 都是容易襯衣 就是配一條牛仔褲 那對球鞋 或者普通鞋 已經可以 我知道 應該襯回剛剛Dickens那些 扯步褲 是不是對 Ringo 完全中 是不是 OK 如果讓你去教一下聽眾 有些觀眾 如何襯一個有型簡單的一套衣服 打個比喻 Wingo 現在襯了這套衣服給Chris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是 衛衣就是男生一定有 嗯 兼且襯了一條紮腳褲 還有污上民族鞭 今季就最HIT 而且他穿的鞋是最好的 兩種穿法 他喜歡有鬆鬆的時間 就全部齊了 不喜歡可以拆掉 嗯 是的 Wingo 我想問 其實這個穿法 鞋就是高筒鞋 褲就是摺高了 其實是否也是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穿法呢 他們叫Roll腳 完全全現在很多時下的年輕人 都喜歡摺了腳上去 摺了腳也可以穿上去 也可以這樣襯 我覺得如果這條褲可以再高一點 如果我覺得短 這個可能一點鬆 然後再高一點 露一點一點肉 我覺得襯這個有鬆 我會覺得不型 它是自然一點 還是原始一點的感覺 或者我拿到Chris講的那種 哎呀 我記得他有的 有Chris講的那種 四個骨 就是這樣襯上去淺淺色 這樣我挺喜歡的 如果短了 裡面好像襯上面的內容 對比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個這麼紮身的四個骨 不過是男生 女生其實很多brand 現在來春天都是流行的 就是軍的感覺 這個我都會有一兩條 這些紮紮的 我記得剛剛過去夏天 其實很多男生會把長褲摺短了 變成一點點吊腳 可能戴7分左右 然後加紳士鞋 冬天的時候 剛好換回高筒鞋 那我沒那麼冷的嘛 你喜歡嗎?Chris 你喜歡嗎? 我喜歡這雙鞋 我喜歡這雙鞋 真的很特別 平時我們很少會看到這雙鞋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新的東西 這雙鞋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 有時候可能穿牛仔褲 你去到這個位子 摺腳 不經意看到這些鬆鬆 已經覺得很特別 又到了每集的 有獎問答遊戲的環節 問題就是這間店鋪 Woodland 引入了哪一個獨家的代理牌子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記得在Forum 留言 會得到8折的QPoint卡 名額有5名的 快點來吧